哈喽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又来陪大家玩游戏了 国庆假期已经过完了 小伙伴们在家都玩什么游戏了 上周游戏圈大时间可真的是有点多呢 一句两句还真说不完 那咱们直接挑最重点的来 二线公布了一个炸弹级大新闻 《黄野大标客2》将于11月5日正式登陆PC平台 一听到这个消息 光大PC玩家真的是哭了整整一晚上啊 等天等地可终于把他等来了 这游戏咋有这么大的魔力呢 《黄野大标客2》是由Rockstar Games制作发行的 一款大型开放世界动作冒险类游戏 于全年10月 登陆PS4和Xbox One两大主机平台 已经发售呢 就获得了众多游戏媒体的一致好评 埃吉恩为本作打出了十分的评价 而且呢还认为 《黄野大标客2》是现代最伟大的游戏之一 要说大型开放世界游戏 在如今的游戏圈已经不再稀罕 但是呢 真正能做到让玩家沉浸其中 并为之着迷的依然屈置可数 这种类型的游戏也往往需要丰富而逼真的细节 各种层出不穷的探索元素 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的故事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违背传统的全新玩法 其中呢 《黄野大标客2》在细节的打磨上 简直是做到了极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游戏中主角的头发和胡子都是实时生长的 玩家们呢 有时候做了好几个任务之后 突然发现 怎么主角也突然变成哈登了 在探险元素上 《黄野大标客2》也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除了常见的草宝图之外 还结合美国西部实际情况 推出了各种香烟卡供玩家们收集 各种狩猎任务 赏金任务 更是多得让玩家玩不过来 虽然呢 目前《黄野大标客2》现场模式早就已经开放 但是呢 大方还是觉得 没有现象的故事模式好玩 故事模式呢 让玩家们在狂野的美国西部 可以说是经历了另一重人生 除了惊心动魂的冒险 其实呢 更多还是习宗平常的琐事 在酒馆里喝几杯烈酒 喝醉了 再喝酒馆里的醉鬼斗 这小生活 没谁了 好了 我们回到现实 大方还是得和小伙伴们提个醒 《黄野大标客2》在11月 仅登陆二星的自己游戏平台 APEC商店 以及谷歌云游戏平台 至于中国玩家们广泛使用的Steam 二星只是说在12月登陆 单距离时间并没有公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小伙伴们 你们期待这款游戏吗 记得评论 告诉大鹏啊 三个国家之后 他们追踪我们的 好